由於單位只有一房間隔 但就有三個人居住 於是設計團隊善用樓底高度 在房間設置各樓廠 今次介紹位於紅磡的單棟住宅啟岸 護住是一家三口 有一位剛剛升讀小學的兒子 設計團隊根據護住的生活模式 採用美式和現代風格的混搭設計 在小匯營的單位中 營造出理想的生活空間 美式設計的風格 是以一個簡約的傢俬 配搭簡化的線條為主 今次的單位中 運用了白色和粉綠色的大自然色調 為護住構造出一個溫暖和舒適的家居氣氛 客飯廳長生用上粉綠色和白色為主色調 有助降低細小單位所帶來的壓迫感 同時加入不同場域的燈光 令整個空間更為明亮 為了令到它的客飯廳線條更為整齊 我們將它的房門改了一個暗門的設計 並在長生加入一個花線的設計 可以提升美式風格的特點 又可以有效地修飾空間 飯廳保留原有單位的開放式廚房格局 在長生用上大理石紋 符以白色貴身 主入美式風格的設計質感 而在梳化和餐桌方面 我們都用上了藍色的布藝 配搭大理石紋餐桌 特顯出美式風格的經典元素 睡房員用客廳的設計風格 用上花線設計 來隱藏衣櫃和浴室門的通道 配搭花廚設計作裝飾 勾納出美式風格的設計特色 由於單位只有一房間間隔 但就有三個人居住 於是我們善用樓底高度 在房間設置各樓床 為了令小朋友有這麼寬敞的活動空間 我們巧妙地在書桌下隱藏了一張拉堂床 不需要用的時候可以靈活地收起 善用單位的每寸空間 在箱中移動 在箱中移動 過Softari KoFs 可